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样的摄影讲座就是公开的非公开的在我的一生中 因为我从事职业摄影就几十年了 挺多的 但是现在的形式不太一样 我记得前几天我看一个人民摄影报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 他说几千万人在拍照 拍风光 拍什么 那么他这个几千万的具体数字是八千万 那我在想呢 就是我也注意到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中老年的朋友 有很多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一点 那么我经常想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是可以说在这个教育岗位上很多年 我是在人家说 那薛老师别人拍风光啊 谁拍人你是拍什么 我说我应该客观的讲我是在研究摄影 所以可能呢 我会在想的问题跟你们思考的不一样 你们想的今天我是不是有机会 跟朋友们去哪里做创作 我应该带什么相机 遇到什么问题 我拍什么 拍回来照片然后考虑什么处理 而我想的是呢 怎么样使我们很多的摄影爱好者 不管是步入摄影殿堂有多久的 能够一直持续地把这种热情保持下去 而且把照片呢拍得越来越有价值 这是我替大家想的 所以我想我今天讲座我先做一个说明啊 你们看到一个这样一个PPT 我上来呢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分路 我不会在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事情都讲 因为在大学的本科教育里面 实际上呢有一个四年的摄影教育 四年的摄影教育我经常讲 摄影系的学生毕业以后是不会拍照的 还不会拍照 那么你说怎么可能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 把这个事情学完呢 有的学生跟我讲 薛老师说是我非常喜欢摄影 但是我又喜欢美渊的其他专业 我希望呢在考取别的专业的同时 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摄影 那么这样的话四年里我多来请教你 可能我把摄影也修好 我直接了单回答他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可能呢还要开一个四年的本科干什么的 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呢就是要真正的学会拍照 是这样的 就是世界上任何的艺术有这么一个规律 假定说有一个艺术的门类 因为入门门槛特别低 那么深造呢就特别难 那么很不幸摄影就是这样一门艺术 大家拿起照相机 甚至放在P档上面 不用训练就可以拍照了 可是照片要拍好就很难 所以我经常讲 一张照片跟一张作品之间 是有一个鸿沟 但是鸿沟呢不是迈不过去的 但是呢我们讲座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么个目的 我们先让大家呢变得眼高 眼高手低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眼低手低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眼高以后我们看得懂 我们知道照片应该是怎么去拍的 摄影艺术大致上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知道 那么这样呢我们从以后呢 我们可以慢慢训练 把我们的照片朝一个方向 朝一个目标走 我想讲座的目的呢 可能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在讲座结束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可能有些作者 想跟薛老师讨论一个问题 可能这个问题比较有公众性 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来结束 但我会回答的很简单 因为我讲课呢是不啰嗦的 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去讲座 也有些人做公开讲的 他说薛老师啊 他说这个我们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你是一个美院的这个摄影教授 你讲的东西是不是会很深 我们听不懂 我说不会的 我说一个好的老师 他应该这样做 他应该把很复杂的问题 用最浅静的 最生动的语言 最深刻的 讲给大家听 这才是好的老师 一个差的老师呢 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的复杂化 绕了半天 他自己都不知所云 这个老师是不行的 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评判标准 先交给大家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切入正题 你们看我们有这么一个 一个柱状图的分布 那么大家注意 前面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讲到摄影艺术 摄影呢是一个艺术门类 这个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虽然呢他发明了从1839年 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但是这个事实呢 是大家没有疑问 但是为什么说在我的这个前面 我没有用摄影艺术 而是用了摄影这两个字呢 因为实际上呢 摄影的它的属性呢 决定了它必须是这样 也就是说 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艺术 它就是一个技术 所以你看在最前面类 我们有一类叫做纯技术类 第二类叫新闻类 第三类叫计时报道类 这三类呢就是很典型的 它不是属于摄影艺术 它应该是严格来讲 它属于摄影技术的范畴 因为摄影呢跟其他艺术不一样 当然还有就是摄影以后 衍生出来的像 像摄像像电影 都是隶属于摄影这一类的衍生产物 它们有一个科学的属性 也就是它们的发明 摄影从1839年发明 但是摄影发明之前 最早的技术 这个小孔成像 就是所谓小孔成像 就在一个黑的房子里 只要你挖上一个很小的针孔 就能够假定后面 有一个白色的墙壁的话 就可以把影像这样反转过来 结成一个像 物像变成一个影像 那么这种现象 最早在中国2000多年以前 墨子的这个技术中呢 已经有了 所以有文字记载 最早的关于小孔成像的是 中国的墨子已经开始记录了 那么为什么到100多年以前 摄影术在法国科学院 公布的这个科学名录中 才被承认呢 真正的摄影术 大家注意啊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能够成功地记录影像 这才叫摄影 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 现在一类的就是 随着电脑产生 就是对摄影的影响 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来讲 那么纯技术类 第一类我们看第一类 那我们马上会想到 在公安战线上 我认识一个老师 一个米教授呢 这是沈阳的这个公安部的一个 办的那个刑警学院的教授 他所教授的摄影呢 就是纯技术类的 比如说一些痕迹的拍摄 证据的拍摄 像我自己 我本人的工作经历 1984年 我在这个商检局 就是现在的出入境检验检验局 担任专职摄影摄像 我经常做的工作就是取证 索赔呀取证 这个是纯技术工作 那么这类呢 我们今天不展开讲 大家会比较清楚 还有一类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你一定会碰到身份证的拍摄 那么身份证拍摄 它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其中有一点就是真实 就是真实 必须看得跟你这个真实人一样 但是由于这个 实际上身份证的拍摄呢 我们多说一句呢 这个大家会觉得 经常讲 我们过去那种黑白身份证 我拍得像一个劳改犯一样 像一个囚犯一样 很难看 因为他们过度的注重技术 而且技术还不到家 所以这个东西拍得就很难看 但是这个不是艺术照片 所以大家都能够 让它过去 那么还有一类呢 是新闻类的照片 我们讲啊 假定的摄影是一棵大树 我不讲摄影艺术 摄影一棵大树 那么大树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主干和枝叉 有大的小的枝叉 细细细的细木的枝叶 那主干是什么呢 摄影的主干是什么呢 那我自己认为呢 我经常讲 摄影的主干 就是新闻摄影和即时报道摄影 这是摄影的主干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所有的文明进程中的一些过程 我们今天看历史 假定你试想 我们没有摄影 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个电视剧啊 我们现在反映历史的很多电视剧啊 什么 我们就失去了真实感 摄影记录下来的东西 是被现在文学创作中的 做最原始的垫底的基础来利用的 就是它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摄影特有的区别于所有其他艺术门类中 独特的一个属性 这是它的真实性 那么真实性反映着摄影的门类 最重要就是新闻摄影 新闻摄影 既是报道摄影 为什么是摄影的主干呢 因为他们所关注的 关注的什么呢 目标也好 关注的拍摄的主体也好 内容也好 就是跟人类自身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最近我们在看新闻 我们老是在看利比亚的形式 那利比亚的形式 如果说我们没有摄影 当然我前面说了 这个摄像什么都是摄影延伸出来 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画面 但是你看中央电视台 作为国家的宣传部门的 这个党中央的喉舌的宣传 所关心的东西 无非都是人类竞争中什么 战争啊 灾难啊 日本的这个海啸怎么样了 哪里哪里 这个核泄露怎么样了 我们全都是跟人类的生存 跟我们的文明竞争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跟人类本身有关的东西 才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要点 我们拍风光什么 多少有一点 怎么样呢 茶余饭破风花雪月 我们日子过好了 我们慢慢想着其他的精神需求 对不对 首先我们日子都过不好 哪里发生灾难了什么 我们想看到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简单讲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那么 即时报道摄影跟新闻摄影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记一点例子 它呢 在时效性方面稍微慢一点 所谓新闻 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新闻 如果一个星期以后追溯这个就叫每周新闻 年度回头就是年度新闻 再过了一年以后这就不是再也不是新闻了 是曾经发生的新闻 所以新闻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时效性 还有是刚才讲它的真实性 这是构成新闻摄影 那么报道摄影在时效性方面要差一点 但是内容真实性是一样的 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是因一个杂志社的要求是去斯里兰卡拍一组 因为现在中国跟斯里兰卡关系在逐步密切起来 最近在修博会上 他们的这个重要的领导都会过来 因为过去在六十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周恩来总理 跟这个当时的斯里兰卡的一个女总理 可能年纪大一点 同时记得叫班达拉奈克夫人 是吧 当时开始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现在在斯里兰卡还有中文莱纪念馆就在那里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呢 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明古国 那么他们想就是把这个旅游推进点 那么我去了以后呢 你们看这样的照片 如果我不做任何背景解释 也许大家看不懂 可是它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婚礼 就是婚礼在斯里兰卡是怎么进行的 他们新疆经常怎么进行过程 那么被我碰到我就拍点这样的照片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艺术摄影的范畴 这就是即时报道摄影 但是我是因为讲座的原因就是 简单给大家看一看 很快看一看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要摆起来 要拍这种纪念床在海滨上 那么摄影师会要求新郎新娘 做出各种知识 这样呢 我们就了解了抑郁的一些人们的一些 文化竞争中的一些情况 这就是报道摄影所起的作用 你看这是新娘新郎跟伴郎伴娘在一起 这个呢是斯里兰卡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大象孤儿园 就是国家呢就是把那种就是 因为斯里兰卡是一个热带国家 他们有很多大象 很多流浪的大象 还有过去蒙湖组织什么埋的地雷 很多大象被炸伤了 那些大象生存有问题 那国家呢就出钱 把这些大象收养起来 在这个中午在大象洗澡的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呢是热的植物园 这个上面挂的全是蝙蝠 蝙蝠 白天就这样 晚上就有巨大的蝙蝠 在这个呢不属于艺术摄影 这也是属于即时报道摄影 因为它没有任何技术 艺术修饰的成分 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宗教节的 就是我们感到了 正好是释迦摩尼佛诞成2600周年 一个佛诞节他们叫 因为过去大家知道 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 但是实际上印度过去 跟这个斯里兰卡是整体的 那么释迦摩尼佛最后成佛的 这棵菩提树呢 是在斯里兰卡而不在印度 所以他们全国放假六天 庆祝这个节日 这是 它是一个佛教国家 所以也是一个文明古国 这些一些寺庙中的一些孩子 这巨大的佛像 所以大家就很快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属于即时报道摄影 游行 那里的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那么这张照片中 这个姑娘拿出了紫色的莲花 这是斯里兰卡的国花 这是我去的一个家庭 他们非常友好 一个大家庭 非常友好 那么你说这个家里的照片 可以这样拍 也可以那样拍 可以这样拍 也可以这样拍 这是 印度是一个 一个多宗教的国家 虽然它是一个佛教国家 65%的人性佛教 但它还有印度教 还有这个基督教 因为原来曾经是荷兰人 跟英国人的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 曾经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那儿有很大的投资 包括现在我们知道的像 斯里兰卡这个国土的面积 浙江省的是十万平方公里 但是斯里兰卡是六万平方公里 可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茶叶出产国 它出产的叫西兰红茶 我们现在知道 利顿红茶都是这个茶系的 是英国人做的 这是它的海滨 这个也是 就是一个婚礼 是这样拍摄 他们摆着一些余国人 这是一些鱼市场 这是佛灯 这是猴子 路边随之可见 这是那家人欢呼 因为我是 这个是寺庙免费分发那个餐 这个是有一条巨大的 你们看到这里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巨烯游过去 在水里 海滨 你们看这个国家是相对经济比较贫穷一点 我们从这种纪实类的照片可以看到 你看没有一个人穿着什么呢 游泳衣 游泳裤 都是平常的衣服 这是文明竞争中的东西 通过这类纪实的东西可以看到 他们的人很开心 很高兴 因为他们有非常漂亮的大海 因为中国的海 我走遍了 但是我们最漂亮的中国的南海 包括就是所谓三亚的海 也没有斯里兰卡的海漂亮 这是海滨的情形 你看这个画面 那个正在点蜡烛的是总统的哥哥 那个穿黄色衣服是总统的夫人 你们不知道 中国人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样一个地位 我希望大家以后 我们中国人大量有斯里兰卡 不要破坏这种形象 因为中国人在国外的 说老师好旅游的形象不是很好 吵吵闹闹闹了 不讲卫生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讲了60年的 中文兰总理建立的良好观点 他们真的把中国人作为上兵 那天你看 我也不就是一个普通老师的身份 我也不是什么贵客 可是我就可以在总统夫人 总统哥哥什么都在一起 那天好像总统没空 他本来他要来 我们就可以跟他在一起 但是所有其他外国人通通敢看 你看 我就在旁边拍照 随便拿一个耍瓜镜拍照 旁边那个戴红领带的总统的秘书 那个穿紫色衣服是斯里兰卡 最有名的名演员 都是名流 社会名流 好 我们现在就是很快地看了一下 这个 这个纪事类的 因为这个类别 不是我今天讲座的重点 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看 在实际上呢 我想了 在我们的这个摄影中的 最多的碰到最多什么呢 因为大家这个中老年的朋友 还有业余学摄影最多的呢 会接触到风光摄影 风光摄影有两个 一个是自然风光 一个人文风光 那么等会我们展开讲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要就是说明的 你看就有一类 我这里写了一个设计 那么这类的东西 我觉得就针对目前的这个摄影的文化现象 我稍微讲几句 不会用太多的时间 因为啊 我自己工作在高校 那么也接触很多高校的学生 还有高校的老师 另外高校的摄影比赛 摄影展览 那以至于呢 就是有一个统计数据发现呢 就是高校里 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的作品 是什么作品呢 都是把摄影呢 作为素材 然后后期呢 在电脑上进行创作 合成的作品 那么这个事情 弄到极致的时候呢 是在去年的这个全国影展中 不是因为一个金牌嘛 就是明天的现实 一个取消 被取消 为什么被取消呢 因为就是有一个作者发现 这个金牌用的一张素材 是他自己原来拍过的一张照片 卖给一家网络公司的 然后网络 他把那个作者呢 把这张照片下载以后 翻了一个像 再做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上去 以至于这个事情 引起很大的争议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 这个中国摄影报的记者 也对我进行了 因为我在杭州嘛 进行电话采访 后来说 我在电话里 讲的我的观点 也登在报纸上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这部作品呢 不存在剽窃的问题 不是剽窃的问题 它是属于一个再创作 但是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属于我们 中国摄影家协会 或者我们的摄影界 针对目前大量出现的 要利用电脑 做后期创作这一类作品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性 没有一个定性以后呢 你在比赛中间 没有把它单独列出一类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 后来我的一个研究生 去年毕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 他做了一篇硕士论文 他很详细的做了一个论文 它是叫以摄影的名义 论现代摄影中的某些误区 他讲 做了大量调查以后呢 这个论文写得非常清晰了 事件后来在论文答辩的时候 没有任何老师提出疑议 那么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在我们摄影中的 在国外的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不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就是一个问题 国外呢 把这类 凡是利用绘画 利用摄影的素材 拿来以后呢 最后在电脑上 合成制作成作品 叫什么呢 这类作品叫做 电脑艺术作品 那么你本人呢 不叫你摄影家 叫什么呢 电脑艺术家 仔细想想这是很有道理 因为你最终的创作是在电脑上完成的 那么当时呢 因为我当时呢 我想把它规则叫做设计摄影 因为它实际上 它是在一个后期的设计 但问题就在于 用设计摄影这个名字不太合适 因为很容易跟平面设计 什么东西 大家脑子里做成一个混淆 所以后来呢 我想 现在我没来得及修改这个课件 修改这个课件的时候 我会把这类摄影列出来 就叫做电脑艺术作品 我会把这类摄影子